百度退出自驾迷你巴士 全自动无方向盘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 中国百度公司宣布生产自动驾驶巴士 百度发表了自驾巴士Aplon的影片 显示这公车比一般的巴士小很多 南华早报报道 这款公车会先在北京、深圳甚至东京开始使用 新华社报道 这巴士一开始只会行驶于观光地点、机场 以及其他封闭式的地点 当地媒体报道指出 Aplon自驾迷你巴士能达到四级自主驾驶的级别 表示它不需任何驾驶者即可行驶 车内有14个座位而没有方向盘 百度表示他们将与Intel子公司合作 将负责、敏感、安全的驾驶模式整合入系统 让自驾车行驶时能模仿人类的判断力 别忘记我们晚上8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最后期节目的记录 稍微有记录 走开 ri panel 立刻